各位媒介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 今早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我和周浩鼎黃定光議員 以致是工商事務委員會和我們一部份商界朋友 去會見保安局局長就著逃犯條例交換意見 詳情我給周浩鼎議員和大家講講 好 麻煩主席 今早我們和商界代表和保安局局長會面 藉此機會亦是商界對於他們修改逃犯條例方面提出一些意見 社會上大家都理解今次堵塞法律漏洞的需要 不過個別商界朋友對於這次修例裏面 特別對於經濟事務上有些意見他們都很積極提出 今早其實保安局局長都很細心聆聽 特別在幾個方面議會者都特別提到 例如可能是稅務 在內地的一些環保事務等等 這些方面其實他們都提出了一些意見 局方方面都表示是用心去聆聽看下在處理這件事上 如何去平衡他們的考慮 那我交回給主席 好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提問 想問一下局長有沒有在會面當中透露 他們有沒有計劃去剔裁 之前上架是說商業罪行方面的罪行 其實我們開會一直都是互不忍述的 總體我觀察呢 其實局長以至參與的朋友 他都很仔細聆聽 與會者表達的意見 那我自己和周浩鼎議員 一直都是協助去處理這條條例 那我們觀察其實整體社會 對於堵塞法例漏洞 以至打擊嚴重罪行 都是理解和支持的 但是正如所有法例 亦都有部分的朋友 是表達對於部分的內容有意見 那我相信呢 政府都會仔細聆聽 和平衡各方的意見 而是作出最後那個條例的草案內容 好嗎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